我們現在講解的是 一百五十二月的 那個 輔助仕途 好 在講輔助仕途之前 老師稍微講一下它的原理 它的原理就是 記住 我們一個東西 如果有一個斜面 記住 在三仕途裡面 是沒有 斜面的實際大小形狀 所以我們就是要 另外再畫輔助仕途 來求它的 斜面的實際大小形狀 它的畫法就是 同學應該都知道 如果我現在有一條線 兩條線 三條線 這三條線哪一個是斜面的實場 是一跟三 所以我們就利用三這一段 來畫 而且我們知道這個斜面 一定是一個長方形 長方形是四個邊 都成垂直 所以我們就從這裡 畫垂直線出來 畫垂直線出來 好 所以這裡要垂直 所以 另外一個講法 就是把這一條線 投影到這邊來 這一條線 投影到這邊來 所以這裡是實際長度 我們就把實際長度 畫過來 把它取過來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畫出 它的輔助仕途 所以如果一樣 我現在這個圖 如果長成這樣子 這裡有一條斜線 這裡有一條線 所以原則就是這一條線上面 如果有其他虛線或是實線 老師稍微把它改一下 這邊 所以這裡有一條虛線 就一樣 只要這條線上面碰到的 全部畫垂直線 都是垂直線 好 所以這一條線就是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就是這一條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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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所以我們先取這一條線 取過來 好 老師 取過來 好 所以就是 一樣 這裡是第三條線 這一條線嘛 畫到這一條線嘛 所以一樣是垂直喔 好 所以這裡是碰到第二條線喔 好 再取這一段 再畫過來 好 所以這裡是畫到第四條線嘛 再取這一段 畫過來 好 一樣它是碰到 第三條線嘛 好 再畫過來 好 好 所以 我們現在 畫出來 畫出來 這一個就是它的輔助仕圖 好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原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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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